所以包括我们放生 放生你如果只是买了东西 然后就去把它放掉 不管是让它飞 还是放到水里面 那其实只是三页而已 那接着下去 你如果有帮它说法 观想 胡佛萨加持它 那就不只是三页 那是清净页 它有可能因为你放它生 它直接就到更好的境界里面去 所以所有东西就看你懂多少 能够做多少 这个才是实际 大家都想行善行 但是那个善若没有法的加持 那个善只是增加轮回的激励跟福报 我这样讲已经很客气了 就你善业做再多 只能不断地增加你的福报 但它不会增加你的解脱 甚至因为增加你的福报 你就不想解脱 就没有要解脱的动机 那本末导致 所以要行善 要保持绝躁 不要变成惯性 那你要行善 结果让大家都起烦恼 那怎么善呢 绝对是恶的 所以这里面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拿捏 我起这个心动这个念 你都会往好的地方想 大家就找一大堆旅游 但是都没有去想到 是我动了有所得的心 难道也要让大家都 都参与我的有所得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改变了 若是那样子 就要赶快改变 因为我们已经着工得下 那本来没事 然后你去邀他做善事 他不答应 就不像修行人 他答应 其实是有烦恼 因为他没有这种因缘 你出钱很洒脱 因为你有钱 但是另外一点钱都没有 你要他出什么钱 他一定起烦恼 所以那个慈悲 除了对之外 还一定要站在对方去思考 慈悲 就是一定要一体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就是随时要帮对方思考 然后真的对他有用 我们才推动 如果对他不见得有用 不仅仅没有用 是起烦恼 那怎么好呢 一定不好 那这个常案就是说 我们如果多了那一份反照 那一份绝照 其实自以为是的 对跟不对 慢慢就会脱 如果少了绝照 自以为是 那是习气 便记所值的惯性 绝照有多重要 太重要太重要了 既然是这么重要 我们行住坐卧 不管再做什么 重要都要提起绝照 那个就根本对了